真没想到天文公爵夫人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如此简单就被丧尸泰坦钻头人给制住了 要不是有人帮助他挡下了致命攻击 他就凉凉了 是谁救下了他 快给我看下去吧 反转真的是太精彩了 丧尸泰坦钻头人进化完成惹怒了天文公爵夫人 再一次的激攻攻击却被丧尸泰坦钻头人轻松地挡了下来 随后提前布下陷阱 一个转身加速度将链球甩出 狠狠地砸到了天文公爵夫人的身上 天文公爵夫人反向攻击停下失控的身体 眼睛距离尖刺仅仅0.01公分的距离 这下他彻底怒了 改换触手的攻击方式 直如丧尸泰坦钻头人的核心 却不知这是一个昏招 强大的钻头核心轻松啃食触手 天文公爵夫人激光炮轰断触手 自残逃过一劫 丧尸泰坦钻头人再次使用链球 锁住天文公爵夫人 但天文公爵夫人已经前驴技穷 可以看到丧尸泰坦钻头人扛住伤害 右手钻头已经准备好了杀招 积蓄的能量爆发 顶出钻头直直地对准天文公爵夫人的脑袋飞去 幸好熟悉的时空转移光环 出现在天文公爵夫人的面前 转移了这必杀的一击 并且成功拉住了丧尸泰坦钻头人的仇恨 时空骑士虽然面对来是汹汹的泰坦 丧尸钻头人做出了战斗的姿态 但是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 成功扑倒了丧尸泰坦钻头人 来者正是流浪到这个时空的 泰坦钻头人2.0版 他的出现让时空骑士也猛圈了 这里似乎丢失了一段画面 泰钻2.0伸手抓时空骑士 直接跳到了被炼锤击中 两个动作之间不连贯 后期不知道会不会优化 泰钻2.0挨了一下 有些郁闷 抬头一看你这家伙 竟然还敢跟我近身打肉搏 于是急冲而上 从奔跑的姿势来看 这丧尸泰坦钻头人 就完全不是泰钻2.0的对手 这里还专门做了个特写 泰钻2.0的表现实在是太威武了 随后同样的招式再来一次 丧尸泰坦钻头人就没有实力抗衡了 不仅无法打断拉扯 自己的钻头攻击 还被泰钻2.0狠狠地咬住 然后被一个过肩摔 狠狠砸在地上 泰钻2.0的连招还没有结束 一次高达十万热度的火焰之烤 将丧尸泰坦钻头人的火力烤干 接着一踩一拉 丧尸泰坦钻头人就隔屁凉凉了 零四九的麾下又少了一元 实力进一步下降 不过无双战神这边 也没有获得什么高端战力 泰钻2.0还不知道是敌室友 他又一次抓住了时空骑士 可以看到他们的体型 真的是太悬殊了 不过我早就猜到了 他抓时空骑士 就是要时空核心 找到自己回家的路 果然我猜中了 你带我回家啊 不行啊兄弟 我们必须在这里阻止零四九 不然他会将丧尸病毒 传染到所有宇宙 包括你的家 你不会想要看到 这一切发生的 抱歉了兄弟 时空骑士并不知道他的拒绝 犯下了多大的错误 这个反转实在是太牛了 虽然他使用时空转移 躲掉了泰钻2.0的攻击 但是零四九竟然趁这个机会 对泰钻2.0说 我想我可以帮你 这下子有好戏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